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沿着1958年的胜利道路向新的伟大目标前进 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指标 在1959年钢产量将跃进到1800万吨 增长的绝对数量比去年增长的还多一百几十万吨 这是一个伟大的跃进 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必须保证他的胜利完成 当播音员就是牛啊 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面去 哪怕是坐上一会儿 想坐呢还不容易 等人播音播完了 愿意坐坐去呗 没人管 我说的坐不是那个坐 那 那你想坐哪儿啊 坐到里面去 当播音员 播音 班长 你想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吗 谁不想 要是能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辈子都值得嘛 对 努力吧 播音员好 庄老师好 坐坐坐 实习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家都开眼界了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也就是客户学习的人 继续努力 同学们 好的 是吧 翘老师再见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忘了你的暖和盖吗 同志们 在我国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 每个军人的生命应该是游泽 你认个我游泽 莫斯科保护电队 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的估计 我使为国 就为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请 同学们好 老学好 同学们请坐 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位新同学的到来 你好 同学们 请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维卡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谢谢 谢谢 那么同学们一定会问 维卡同学为什么会到我们学校来 那是因为中苏两国有意深厚 亲如兄弟 维卡同学这次到我们学校来 是要对我们的播音教学进行指导 另外我也想更加深入地学习中文 希望同学们多多指教 我还要补充一句 为什么称维卡老师为维卡同学呢 那是因为维卡老师说 称同学比较好 比较亲切 我喜欢同学这个词 因为做同学比老师更自由 犯了错也是理所应当的 是 文艺丘同学 老师叫你呢 文艺丘同学 老师叫你呢 谁 老师 文艺丘同学 你是学习俄语的 你跟维卡同学交流起来会比较方便 那么你多抽出点时间 帮他学习学习中文 叫做三名 文艺丘 我想我们早就认识了 所以说 你听似深柜何人说着你 说副三年答给众兰 苏宜久老师 我们干一杯呢 我不是你的老师啊 崔老师让你教我中文 我想你已经是我的老师了 那我也有播一上的问题 要向你请教 文艺舅 喂那个暖壶盖 我们盖一杯 文艺舅 你很真诚 我听过 你的波音 但是我没想过 你长成这个样子 听起来很有趣 那在你心里 我是什么样子的 有时候长这样 有时候长这样 没有一张画得像我的 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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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跳舞吗 我上学的时候跟苏联老师学过 不过我跳舞跳得不好 要说跳舞 我可以做你的老师 我获得过 莫斯科少年舞蹈大赛的冠军 那你跳一个多看看 你不相信吗 那我欣赏一下 莫斯科冠军的舞姿嘛 别让你也愿意说大话 别让你也愿意说大话 干吗 我不会跳舞的 来吧 来吧 一起 我真的不会跳舞的 来吧 我不会跳舞的 你不会跳舞的 你不要紧张 我不会跳舞 跟着我的节奏走就可以了 我不会跳舞 还好 你不相信吗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的天啊 你不相信我 是 我的腿 我的腿 威卡同学 谢谢你的晚餐 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 我们下次可以吃饺子 喜欢吃饺子 那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食物 我家乡的饺子可好吃了 尤其是萝卜斯海栗子味的 特别鲜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不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的 晚安 其实我可以陪你走到学校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我 我 那我们走吧 好吧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有一个 专业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是爱学习的人 是什么问题呢 没事的 冷死了 好 这样好了 今天太晚了 我 我这个问题蛮复杂的 明天吧 明天 我向你请教 刚好我今天顺路回学校 我把文艺修同学送回去就好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吧 你们抓紧时间回去 好好 明天见明天见 你不要再来 我希望你今天不太会 你不想拥吗 我吗 你不想拥吗 你不想拥有什么事吗 你不想拥有什么事吗 没讲什么 大笑气 文艺球同学 刚刚维卡跟你说什么啊 你为了问维卡什么问题啊 你先告诉我嘛 就是他刚刚最后用俄语 跟你说的那两句 他说什么啊 他跟要问我的问题一样的吗 上次你说有问题要问我 调情够了以后 爬起来说忘记了 是同一个问题吗 你喝酒了 我还吃好吃的了呢 都吃什么了 面包 罗宋汤 香肠 鱼子酱 还有牛排 我都没有吃过 好吃吗 你还想问什么 把你的问题都问出来吧 目前没有问题了 文艺同学 那你现在 能不能不再跟我说话了 好吗 你又想静静啊 很久不见了 他说话了 你想说话了 你跟老他说话 我想来 不接着 我这么说话了 我心里的 不配ena 我算了 我银子 还没満了 你这么说话了 没影响 我跟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Девушки отдыхают Виктор,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ы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Я думаю, эта война очень жестокая Погибло много людей Да, 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очень жестокой Погиб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людей Ты герой? Если бы не эта война Ты бы не стал тем, кто ты сейчас Я ненавижу войну Нет Если бы не та война Я бы не стал диктором Не оказался бы н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Не приехал бы в Китай Не оказался бы в Пекине Не встретил бы вас Ты думаешь о том, что я говорил вы мне не обучил что-то новое, это важно что-то важное что-то важное Виктор 我想跟你学俄语 你突然要学俄语呢 因为 中苏两国内是兄弟啊 那兄弟直接说话 要听得懂才行呢 我为了更好地 跟苏联老大哥多交流 所以要学习俄语啊 你不喜欢教我呀 学俄语很枯燥的 我怕你坚持不下来 不怕 红俊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快 你先跟我学一个这个 好 你在干什么 这叫颤音 你试一下 这样吧 你把这个练会了 再来找我吧 你等一下 你 你作为老师 你对我有点耐心好了 我也是祖国的花朵呀 你要好好栽培栽培我的 我不是没有耐心 如果你发不出这个拆音来 你是学不了俄语的 我还没有练吧 我要在你的指导下 一点一点练习啊 就像鸟 刚出生的小鸟也是不会飞的 它要慢慢长大 有翅膀才能飞的呀 那 这样 我们去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我刚刚可能没有听清楚 来 我们去那边好好练一练 走吧 走吧 你安不安静 你反正都是练习嘛 你要去哪儿 给我一点时间 你耐心一点 你到底想在哪儿学啊 饭管 这样 我们先吃饭好了 你不是要学俄语吗 怎么又吃上饭了 闻老师 闻老师 自故以来拜师学艺 是要磕头上香的 但是现在这些老套的规律 就免了 饭是不能不吃的呀 我要请你吃饭 敬你三杯酒 就算拜师了 不用万生同学 你那么想学俄语 我教你就是了 要吃的 你不在这里吃也要 到别的地方吃啊 你现在回学校 赶不上了 你不要跟我客气 闻老师 请吧 热酒 万生 你们好啊 喂 盖同学 你好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没事的 你忙你的好了 我们要去吃饭 太好了 难道上帝知道我饿了 送来了面包和牛奶吗 霓裳 那要不然 下次我们再一起吃吧 不要不要 不要 我要请文老师的 那既既然碰上了 那就一起吧 走吧维卡 请问你们想吃点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们吃饺子吧 你喜欢吃水饺啊 维卡同学特喜欢吃饺子 看来那顿饭让你记忆深刻 吃饺子可以吗 吧 郑同学 可以啊 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我什么都行 你说了算 我是请你吃饭的 怎么能我说的算呢 你来听好了 你们争来争去的太麻烦了 文一舅同学最喜欢吃 萝卜斯海栗子馅的饺子 同志我们这儿没有你说的那种馅的饺子 你简直太遗憾了 小鸡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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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开始了 吃吧 别烫到啊 是烫的 中国的饺子太好吃了 我想就算今天吃也不会吃够的 我特别会包饺子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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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给你们吃 那我真是太幸运了 对了 万生同学 你为什么要请文艺旧吃饭呢 万生 威卡同学的俄语 比我说得可强多了 你跟他学是最好的 我敢对上帝发誓 只要你肯用心学 我一定会让你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呀 太平一点 吃饺子吧 不 文艺旧 难道这是上帝的嘲笑 不不不 不是嘲笑 只是你要教他学俄语的话 你得先让他学会发颤音 颤音很好学啊 万生同学你看着我 看好了 舌尖稍稍卷起 轻轻顶住上面的牙齿 然后让气流冲击舌尖 停 好了好了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不搞教学了 吃吧 不 我要停止上帝的嘲笑 跟我去 你试一下嘛 非常好 非常好 橘子拿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卖橘子嘞 不甜 不要钱 都是鸡水 你要吃到 一定要定上啊 老板 谢谢姑娘 来点橘子啊 我今天忘带钱了 没关系 你想吃橘子 不想 你一定想吃 女孩子的话 总是真假难辨的 但我想这次应该是假的 这样 文艺群同学 你在这里等我 我回去想拿钱 回来再请你吃橘子 我 我没有想吃橘子 我就觉得一堆 黄颤颤的挺漂亮的 你一定想吃的 你等一下 我不想吃 走啦 你等等我们 文艺舅 抱歉 我出门也没有带钱 但是我有办法 让我们吃到饭后甜品 你不要闹了好吗 你都没带钱 太平一点好啊 回一下 回一下 等等等等 看我是怎么做到的 那干什么呢 你说这个呢 来 买点鸡子 甜吗 不甜 不要钱 买点 万生同学 你说哪个甜呢 这个应该蛮甜的 不 我觉得这个甜 不可能的 你看看我的橘子 又黄又圆 一定很甜的 同志你说 到底哪个甜 好 老板 公平一点啊 你说我们俩谁挑的甜 一看你俩就是外行 这买橘子呢 首先要看分量 这家手的 水分从物 皮薄的 有弹性 最后呢 看看这个橘子的底 像肚脐的 是母的 是母的 老板 你以为在挑大闸蟹呢 公的母的 你快说吧 我们俩的哪个甜 这母的 我挑的 肯定甜 好 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我到底要看一看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我不相信 维俊 你来评评哪个甜吧 姑娘过来尝一尝 看看谁的橘子甜 快快 尝一尝 快 尝一尝 快 尝一尝 尝一尝 维俊 尝尝我的 尝尝我的 尝我的 你要多吃一点 仔细品 好欣赏她的欣赏她 到底我们两个的谁的甜 我的 我的 说句公道话 谁的橘子甜 我 这就是谁 你看 这我挑的橘子 没关系 姑娘 我全给你挑成母的 不着急 我给你多挑一点 看来是你啊 我很佩服你 好 知道 要求小鸡 一点八头都没有 早知道我也吃几个 这不是小把戏 是浪漫 你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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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酒 你怎么回首回国呀 你是想让我回去吗 我只是在想 你应该会想念你的父母 他们应该也很想你吧 我确实想念他们 可是如果我回到莫斯科 那我又会非常地煎熬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 在这里 也有一个让我想念的人 她是谁啊 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样说话真的非常有趣 有什么有趣的 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有什么话不想让别人听见啊 难道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吗 我们有秘密吗 我们有秘密吗 说什么呢 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你要更加努力学习处理 我听明白了 你这只可爱的小绵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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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秋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刚到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我叫维卡 我叫维卡 舅 难道我说的中文他们没听懂 你说得很标准 你不用忙活了 你不用忙活了 我自己都行 这不用换 我有我的习惯 你不用动了 你动了我找不到 你们怎么来了 来北京旅游啊 来看看你不行了 看我 在家的时候 想让你们来看看我 比什么都难 现在北京千里迢迢的 你们倒来看我了 闺女啊 打小 你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爸爸妈妈管你管得少 可那也是因为爸妈的工作忙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 一直都是惦记你的 你们怎么 每天现在跟我打什么招呼呢 怎么 怕我们知道啊 怕你们知道什么啊 怕你们知道什么啊 你说知道什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还想继续瞒着我跟你爸吗 瞒你们什么了 你跟那个苏联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先不说他是苏联人 能在这儿待多久 你就说他 少了一条腿 你能跟他好吗 你们怎么知道他少了一条腿 谁告诉你们的 少一条腿怎么了 他是英雄 他是我 你别说了 我什么都清楚 你们就别操心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是老文家的事 就因为我新闻了 对吗 舅 你见到了你父母 为什么不高兴啊 你跟你说 绝UR 组价见不到影儿的人 早就忘了 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你们之间有隔阂吗 隔阂久了 就不光是隔阂的问题了 请 我和你之间是不会有隔阂的 我为什么会总见不到你 是因为你太在乎我了 那 可能我也会把你忘了吧 我想你是不会忘了我的 维可 我爸我妈应该什么都知道了 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终有一天我会跟他们说的 既然他们提前知道了 对我更有利 可是 他们 他们不同意是吗 我的事他们管不着 舅 我会说服他们的 不用 你听我说舅 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那你打算怎么说服他们 过来 坐 我邀请他们去品尝俄餐 我会陪你父亲喝我们苏联的美酒 一定会让他喝个痛快的 还要跟他们讲苏中两国的伟大友谊 将我们在一起不但不会有障碍 还会得到两个国家的支持 如果他们同意 我还会请他们跳舞 他们不会跳舞 我可以教他们呢 他们在美妙的音乐中尽情的舞蹈 那是多么浪漫的事 我疑他们 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这倒是个难题 这样吧 舅 你先替我邀请一下 如果他们同意 那就最好不过了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我再想别的办法 他 一秋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吃饭 是薇卡想请你们吃饭 你怎么不走了 你想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人家盛情要求咱们去吃饭 就是出于礼貌 咱也不能不去呀 走啊 这不办 阿姨您是 我是一秋的妈妈 蛮像的 那这位一定是一秋的爸爸了 阿姨您好 您好您好 叔叔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 我们刚到 这是要去哪里啊 去吃饭 吃饭好呀 北京的小吃不要太多 有炉煮火烧 豌豆黄啊 豆汁炒干 我 我吃不太惯了 你们北方人应该喜欢吃的 要不一块儿去吃点 我这不去了我 来 我学校里还有点吃 你们去吃好了 好 我走了 谢谢阿姨再见啊 再见 你认识他 我们刚来就听说了 他不是你们班长吗 您好吗 好吗 我来不关心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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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有什么好看的 不要同张希望 叔叔阿姨 你们好 非常抱歉 我今天来晚了 叔叔阿姨 你们想吃点什么 爸 魏卡在跟您说话呢 叔叔阿姨 请问您不想吃点什么 来杯水就可以了 水 清水寡淡 气热拜火啊 对不起 我没听懂 听不懂就对了 中国有很多事你都不明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是喜欢喝水 说实话 我也有些口渴 毕竟刚才我一直在跳舞 那我们喝水吧 谢谢 我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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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杯 来 接着喝 真没想到 叔叔你这么喜欢喝水 尼克 你点菜吧 好 接着喝 来 来 爸 您是不是也想去厕所啊 在这边 妈 妈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你什么都没做错啊 叔叔 我们吃饭吧 你还没饱啊 来 接着喝 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能再喝了 我已经喝饱了 既然已经饱了 那我们走吧 梅克同志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叔叔 你们还没吃饭呢 菜已经做好了 别担心 你做得很好 我尽力了就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吃饭呢 孩子 你爸他的确有事 要不肯定不会先走的 肯定不会先走的 妈没骗你 没事 走就走吧 反正他不是第一回这样的 别不理 干嘛经购通向计划 三大计划 本菜是要开座的 海里有限制的女人 请打开座 孩子 别怪骂虚的啊 这终身大事不是闹着玩的 一定要顺忠考虑 这爱情呀 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 就看你怎么把握 只要你能抬起头 都看看 到处都是好光景 我已经看见好光景了 我不用抬起头到处看 而且我也感受到了 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的温暖 这该说的我都说了 良药不口 你能吃进去就吃进去 吃不进去呢 我也没办法 脚上的泡是自己磨的 疼不疼 自己清楚 好了 照看好自己啊 不用 我两票够用 够用也拿着 都是自己家的 用不了见他 我真的不用 你们留着用吧 妈 我也想让你带句话给我爸 他不说好歹我姓文吗 以后我过好过坏 我都不给你们添麻烦 不让你们操心 对得起我姓文了吧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呀 拿着 我不要 我够用 这两票怎么都跑到地上去呢 这可是金贵东西啊 不要被风吹跑完 我先帮他收着啊 阿姨 看 这是两河国谱 您收着 这 这怎么 你哪会去吗 这怎么行的 心意阿姨领了啊 我买都买完了 也退不回去了 您收下好了 不用客气 好孩子 阿姨谢谢您了 不用客气 我车要开了 阿姨 您快上车吧 阿姨 再见啊 再见 要不你先走吧 为什么 我知道你想进去 我不想进去 万商 你有算盘吗 算盘 看什么 咱俩比算笔账 算什么账 好了 不要客气的 我们是同学又是同桌 叔叔阿姨从大连到北京 这么远过来了 送一点礼物 不要客气 这只是一笔账 什么 还有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父母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父母 我妈怎么会认识你 他们怎么会知道薇卡的事 你还跟他们说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我想跟谁在一起 就跟谁在一起 谁都管不了我 你更没有资格管我 走 走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那么你的父母同意吗 你的父母 我的事情 从小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他们 他们听我的 好 中苏联姻 我想这是件好事 老师支持你 不过这件事 我得先向校方汇报一下 应该的 谢谢崔老师 有效啊 好 好 好 我还正想找机会跟你说呢